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这道可可是香蕉的题 这道题是说现在我们有n堆香蕉 每一堆有各自的香蕉树 然后可可希望在h的时间内把所有的香蕉吃完 现在要问我们它一个小时最少吃多少 举这么一个例子吧 看这个例子 如果可可一个小时吃四根香蕉的话 那需要几个小时呢 它需要四个小时 不是四个小时,它需要八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小时它只能吃第一堆 虽然说它能吃四个对吧 那还剩一个,但是它不能吃第二堆 所以吃第一堆的香蕉需要一个小时 然后它去吃第二堆 第二堆它先吃四个,还剩两个,需要两个小时 然后吃第三堆 它四个和三个,所以说也是两小时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十一个它一个小时是四个,所以它需要三个小时 加起来就是八个小时,所以符合条件 所以是最少是四个 以此类推,那这套题怎么做呢 这套题 我们要求的是它一个小时最少吃多少 就是最少的K,它一个小时要至少吃这么多根香蕉 这套题是四对吧 这个例子,那也就是说 当可可一个小时吃超过四根香蕉的时候 它肯定会在八个小时之内吃,就是在八个小时之内吃完 如果它一个小时吃小于四根香蕉,那它一定不可能在八个小时之内吃完 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排序,有一个顺序的特征在这里 也是我们要,也就是说我们要找恰好能在八个小时内吃完 但是如果吃少于它,那就是需要超过八个小时 如果吃一个小时内吃大于四,那就需要小于八个小时 所以这就是个有序的过程 有序的一个数组,所以我们要找某一个数 那是不是就是二分搜索 那二分搜索它是有个搜索的空间的 它的底和,就是它的底和高是什么呢 它最低是不是,如果它一个小时吃一根香蕉 是不是肯定能吃完 就你每个小时吃一根,是不是需要最多的时间 那它的,就是它最高的higher bond是什么呢 就upper bond是什么呢 二分搜索就是说我一个小时吃每一堆最多的那个香蕉树 也就是我一个小时吃十一根香蕉 是不是需要最小的时间 就只要四个小时就行了吧 但如果一个小时吃一根香蕉,那就是它之和 对吧,所有的香蕉之和 所以你就通过这个low bond和apple bond,然后去搜索 它的,我们想要的那个速度 就是需要整整整整好h个小时 ok,所以这就是二分搜索了 那我们就来写吧 low就是1嘛,一个小时吃一个 hi,我现在写0 因为我们要找这个派里的最大值,所以就是派在派 然后还得于max hi和派 嗯,这样吧 然后你就有了hi 然后这个,因为它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值,我们已经有low跟high 一定会有这样的值 但是,通常用这个模板就最后返回low就好了 就是wilelow小于hi,然后最后low跟high是相同嘛 所以你返回low就行 然后这里的话就取它的middle middle是不是 因为你防止integer overflow嘛 那就是low加上 hi-low除1 好,你有hi 是不是你想要看 如果这个 现在速度是middle的话 能不能实现这个要求,对不对 所以你就需要 知道 如果按照middle这个速度来吃香蕉 需要多少的时间 那我们需要写一个gettime 那如果这个time是小于等于h的,就说明 这个hi是有可能是答案的,所以hi就会等于middle 如果不行就说明 我们还要找 那low就应该等于middle加1 这个是二分搜索的模板 所以我们写一下这个gettime gettime gettime 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 pies 还有 当前的speed 它是香蕉的速度 那我是要找total需要多少时间 从零开始 然后对于每一个 我可以写var了 然后pies 然后呢 对于每个你来 看 就 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其实如果它是 比如说是小于这个speed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如果它是 1到2的时候 就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是4的话 那你 1到4都是1 就你除以这个speed 你应该得到1 然后 就是1到4的时候 除以speed都应该 就除以4都应该等于1 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吧 就是1到4 除以4都等于1 那这个怎么写呢 就是total怎么加呢 怎么加是不是就是 pi 加上speed 这样对吧 我们看看 如果想要 他 除以speed 除以speed 是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如果现在第1个是3的话 那你 3加4 除以 就是 符合条件嘛 除以4 是不是等于1 但如果你的pi是4的话 是不是 如果这一堆是4 你其实应该是等于1 但是你4加4除以4 是不是等于2了 所以你得减去1 OK 这样就好了 就返回total 在这里填一下gettime 那就是piles 和speed 就是当前的middle 应该可以了 我看一下 好的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